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聽宏觀散打 今天是3月21號 星期一 就好像都一段時間沒有講一下 投資市場 特別是股市 今天就打算不如講一下 不是說今天的港股有什麼特別的表現 其實今天看的港股都是責幅徘徊 例如恒生指數才算 收市都是剛剛打過和 國企指數就好像微升了幾十點 就是升了0.0% 不過如果看回今年以來的話 其實我的感覺上就開始見到市場的氣氛 有一點點轉了彎 就是由1月那時候那種 就是天嵌下來 我還記得那時候看過不少的一些評論 都引用一套外國的卡通電影 就是叫做這個Chicken Little 我忘記了這個Chicken Little 那個角色中文怎麼翻譯 就是一隻雞仔 它就很蛇龜的 那天嵌下來 The sky is falling 我看到這個題目 The sky is falling 在很多一些評論的文章裡 都引用那時候那個整體市場 不單是香港 我想全球的市場氣氛都幾虛脅 就是股市 資源 就是油減 基本上都跌得很急 還記得那時候 人民幣 也有很多暢淡人民幣的一些言論 甚至乎港元 我還記得1月1月 我想第三個禮拜 那時候 港元都曾經急跌 跌到港元對美元 跌到匯率的弱勢 金管好像都入市 做出一個接貨的行動 好像都不知接了兩三日貨 那樣的印象中 那時候的氣氛都挺惡劣的 去到2月份 好像開始感覺上 有些微妙的一個變咒 開始油價 油價才反彈 油價接著連續就是 其他的天然資源價格 金銅銅鐺石那些 都開始見到一個比較 顯著少少的反彈 接著就相關帶動 其他的資源相關的 一些股票市場 比如說俄羅斯 巴西 這些比較顯著 甚至乎一些相關的貨幣 澳洲紙 加拿大紙 那些相關都存定 甚至乎過去幾個月 一些新興市場 無論是股市也好 貨幣也好 都似乎有些少少 一個喘定反彈的前往出現 去到最近這兩個星期來說 我見到那個 很不少的這些不同的市場 或者資產價格 都反彈到去到一個 從技術性來說 我見到都升穿一些下降軌 或者可能是一些移動平均線 一些中期的移動平均線 其實我在過去都說 我不是一個特別看重技術分析 我也不是很精 我略懂一二 我絕對不敢說自己是一個很精 於技術分析的分析員 但是從一些技術分析 和我感覺上是市場氣氛 如果大家留意一下 成交數字的話 比較明顯地見到 成交特別這幾天 都見到一個上升 所以在反彈 而成交都開始放大 這些都是一些進一步利好的訊號 除了香港 或者是之前跌得很厲害的一些新領市場 或者一些能源相關的項目來說 譬如我們看看歐洲或者美國 美國來說 其實我都見到 就是那個情況 好像是開始感覺上好些 譬如說我看美國的S&P500指數 我去年的時候 都好像曾經在這個節目 或者在另外一個節目都說過 我看到美股的情況 那時候就是 美股第三季就先帶動跌 然後第四季就反彈 但是反彈的時候 其實我記得 那時候我都說過 我覺得當時的反彈 就不是很像樣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到 就是它那個 我們所謂的闊度 那個市場的闊度來說 不是很支持這個反彈 我還記得得到另一個節目 在《橫華經濟》的時候 有顯示了一張圖 就是在背景的標普五峰 因為標普五峰本身 就是我們要按照成分股指數指数的指值 有一個比重的指數 但其實有另外一個標普500指數 就是用一個equal weight的 就是沒有分開的 不看市值的 就是照平均地脫下 而從這兩個指數 其實就看到第三、第四位的時候 這兩個指數明顯是擴闊了 就是說是一些權重的指數 就帶動整個市場下跌 或者反彈都是權重的帶動 而其他的比較是中、細型一點的 其實就跟不上 所以這個顯示就是 當時那個去年第四季的反彈 並不是得到廣泛的一個支持 但是我看回近這幾個星期 其實剛才所說的兩個標普500指數 就開始大家同步了 以及吻合了 就是那個沒有再做一步擴闊 而那個反彈是大家都接近的 這個其實就顯示就是 這次的反彈是比較得到普遍的一個認同支持 不只是特別局限於大重型股 或者重磅股才帶動 其實除了這些技術、市場上的信息來說 其實我想都看到就是說 因為在一月份 或者去年年尾到一月份的時候 一些很差的預期 或者對市場或者經濟 一些很惡劣的預期 似乎都並沒有顯示出來 譬如那個時候資源價格大跌 其實那時候就很擔心就是 可能會有一些很大的企業 就是在一行裡面的企業 可能會不行了 爆破了 如果是的話 這個就可能是牽一發而動全身 可能會衍生出更加大的問題 另外當然是中國的情況 中國也是一個 很多投資者 不單是我們香港 也是全世界來說的話 都是一個聚焦的地方 我想特別那時候擔心就是 就是中國的債務會不會爆煲 中國的經濟會不會失控地下跌 就是一個所謂叫做硬著陸的情況 另外就是這個人民幣 會不會中國政府對人民幣 採取一個以貶值人民幣 去救經濟的一個情況 但是經過了過去這幾個月的發展來講的話 我想似乎投資者開始是對於過去一些 極度地悲觀的一些看法來講 有一點點修正 第一中國的經濟情況似乎就沒有一個 在最一步轉差的情況 就是它當然都是一個有序地放慢增長 這個其實也是中國的經濟重整 就是一個必經階段 也沒有看到一些很大的企業 無論是中國企業也好 或者是一些資源類 能源類相關的很大的企業 龍頭企業爆煲的情況 而人民幣也出現了一個喘定的一個情況 我想所以可能其實這個也有多少說 之前可能人們過分地看淡 或者過分地可能做了一些短倉 沽空了 現在是有一點補倉 我想其實第一段就是 二月份有一個比較大的反彈 應該是補倉盤所帶動的反彈 但是到了最近來說 我開始看到就是不應該不單止補倉盤 補倉盤可能已經過了 現在開始的投資者 我想是重新分配他們的投資的取向 現在只是把之前那些過分悲觀的稍微收定 我感覺上就是 過去半年或者大半年 這個調整的話可能是接近尾聲 其實我好像過去也有說過 我覺得這次的調整的話 我個人不覺得是一個 所謂叫做股災的一個前奏 就是如果從資產價格的調整幅度來說 我們絕對是經歷了一個熊市 但是這個熊市是一個 我覺得是局限於資產價格的調整 就算是熊市 這個應該是一個熊仔 不是一個大熊 因為如果大熊的話 就是會出現一個比較深層次的 一個經濟衰退 由始至終我不會覺得這是一個大型股災的前奏 現在暫時來看最低限度 似乎是對板 下一步會點檢驗的話 就再越看了 但是最低限度暫時來說 似乎就是最惡劣的預測環境 暫時沒有出現 今天跟大家更新一下市場的發展 還有一些看法 我們星期三跟大家再聊一會 拜拜